你有没有失业过啊 讲失业好像太负面了 我们讲待业中好了 或者说转业中 这样听起来真的比较积极一点 这表示我虽然没有工作 但我有在积极找工作 但你身边有没有人是真的失业的 在统计失业里面有一种失业人士 叫做确置工作者 也可以叫沮丧劳工 这指的是想工作 但自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根本不去找了人 在韩国他们把这群人叫做求职断念者 根据官方的最新数据 在15到29岁族群当中 毕业后超过三年以上没有工作的人 高达23.8万 创疫情以来的新高 更严重的是 这些人当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完全躺平 既不激其求职 也没有参加职讯 就只是一直待在家 但按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这些能工作 但放弃找工作的人 不会被计算在失业率里面 因为失业率算的是有工作意愿 但找不到的人 在整体劳动人口中占多少 求职断念者连找都不找 所以不算 成为失业率底下的隐形人 这样不工作也不积极就业的年轻躺平族大增 代表韩国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好是范起飞 欢迎收看范起飞的today看世界 我们台湾15到29岁的确制工作者 根据2023年劳动部的统计约有1.1万人 跟韩国求职罢工的情况比起来 目前看起来是不算太严重 韩国政府不是没想过要透过政策来帮助年轻人 但显然失败了 当初引习岳政府上台之后 认为年轻人是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不好找工作 于是推出了青年工作经验支援方案 求职青年可以申请去公司参访 跟公司主管谈职涯的规划 或是进入短期专案的实习等等 参与的公司跟申请者都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这听起来很不错啊 但是议员蒲海彻 指出实际执行起来 申请计划的人数没有达标 而且这项方案跟国民就业支援制度 并没有好好的对接 只有不到两成的申请者最后成功找到工作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虽然透过计划获得了短期工作的经验 也实习了 但计划结束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再来劳动部还推出一个 K数位教育培训计划 效果也不佳 这项方案本来是因为看好数位化的趋势 提供AI云端大数据等培训的课程 但实际执行下来不仅开课率低 报名上课比率也低 培训机构也传出 授课品质不佳 讲师不服资格等问题 被批评浪费预算 政策目的虽然良好 但都没有打在点上 到底政府在拟政策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求职断念者的心声 他们究竟是为什么放弃找工作了 其实韩国统计厅在进行调查的同时 也问了为什么青年族群选择在家休息 最主要还是因为很难找到自己认为理想的工作 首先韩国的求职门槛太高了 不仅需要读名校 有高学历 还要具备各种外语能力 甚至得要考一堆证照 用韩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要拼死拼活提升自己的履历规格 不然在第一关可能就会被大企业淘汰 为了提升自己的规格 要花费的金钱跟时间成本太高昂了 因此不少人就选择放弃 为了应聘上理想的公司 韩国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的韩国协手Adam就认识一位首尔大学学长 他都已经是名校出身了 多亿还拿了黄金证书 这可是成绩前20%左右的人才能拿 另外还有一堆证照 但求职还是不顺 他就告诉Adam或许是自己外形不够好 最后跑去做医美 没想到还真的就顺利面试上了大公司 所以呢也不能怪韩国人有容貌焦虑 设身处地去想 他的学历跟简定都无可挑剔 但还是找不到工作 那么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才会频频落榜 好像也不会太例外 第二工作机会少之外 还缺乏年轻人想要的优质工作 大家都知道韩国经济都是由财阀把持 能够见到大企业不仅薪资高福利好 而且还很有面子 而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大企业跟中小企业的薪资差距越来越大 年轻人有机会就一直去挑战进入大企业 中小企业的职缺自然摆到最后 另外大企业还有正式员工跟约聘差别 只要没能转正就永远矮人家一劫 这些情况都把韩国的劳动市场推向极度二元化 在没有中间值的情况下 好坏差太多 那么宁缺勿滥不愿屈就 对此就有人分析 学历越高的人找不到自己合一的工作 相对来说更容易直接放弃 甚至连职讯都不去 这就表示年轻高学历的非就业人口增加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优质的就业机会不够 如果你以为这单纯是韩国年轻人眼高手低 那就错了 其实很多人是被父母逼的 这些爸妈不愿意让孩子从事不怎么好的工作 比方说大学毕业跑去干体力活 就算是很丢脸的事 求职最好是以白领工作为主 让职业选择变得很有限 很多父母宁可一直花钱养孩子 即便孩子们一次次失败 还是逼他们不停挑战大企业面试或是考公务员 造成靠爸妈养的万年求职准备生 比比皆是 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 对年轻人来说 从小就要开始竞争 什么都要比 比到最后弹性疲乏干脆不玩了 我躺下来给你看 但是韩国的年轻时代变得如此消极 可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早在2020年初就出现过三抛世代 三抛指的是抛弃爱情结婚跟生育 后来随着房价高涨 又出现把买房人际关系都抛掉的 五抛世代 甚至出现连梦想跟希望都没有的七抛世代 最后抛弃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悲观 干脆以可以带入任何放弃东西的N抛世代 来称呼这群年轻人 来反映他们所处的社会困境 韩国会形成这样的社会氛围 也许是从小就受到了影响 韩国教育奉送公社 在去年底就一集节目 让小学生们写一篇未来日记 想象二十年后的自己会做什么 有小朋友说喜欢画画 但因为赚不到钱 所以不能拿来当职业 有小朋友画了二十年后的自己 边喝着集中咖啡 一边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工作人就问他 那你觉得这样的工作适合你吗 结果他回答 就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也有人早早就怕二十年后可能会失业 或是找不到想做的工作 只能打零工 韩国小朋友竟然从这么小 就对工作感到悲观 他们的回答不仅早熟 更让人惊讶的是 当节目组继续问这些小朋友 未来担心什么的时候 有人说担心赚不到钱 有人说担心物价上涨 甚至有人回答说想要当有钱人的小孩 最后节目组问大家什么是大人的时候 有小朋友直接就说大人就是钱 几乎所有的回答都跟钱有关 高压的环境是会一直复制下去的 或许是这些小朋友的父母在无形中 把对工作的埋怨 以及被钱追着跑的压力灌输给孩子 当他们日复一日之 看到听到那些绝望悲观跟势力的故事之后 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变成N抛世代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好 那干脆选择躺下来好了 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觉得我们台湾躺平族的问题严重吗 我们的社会氛围 可以让年轻人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吗 留言告诉我 today看世界的YouTube频道开放超级感谢功能 也就是donate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Today的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但写别today看世界 天问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年见 大家尽快来吧 我们到辞订阅里面 我们到辞订阅 MING PAO CANADA